Acapella 全部彎到了 快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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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钟 10分钟我们一定到了 有数多个彎都到了 Acapella就是在中文是无伴奏合唱 或者有些台湾叫法叫人声乐团 可能再貼合現代或流行的說法 他的演出全部都是用順人聲 包括我們平時說的背景音樂 或者主唱和音全部都是用人聲去做 那就是Acapella 看看我們能否補多一個意義 就是不一定是最自然的那種 大家以為可能在教堂或合唱團聽到那種形式 我反而想我們慢慢進化到音樂人聲就是最原本的Sauce 就是這個狼緝 但之後我們會做些甚麼 我猜接下來我們會怎樣處理這個Sauce的東西 就是我們會玩的方向 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歷史比較悠久 因為我們十年前在大學寶風柴娃娃玩一個學會 但做了很多年之後 我們就覺得都很希望香港的音樂圈裡面 都有多一種叫做Acapella的東西存在 Youtube那裏呢 特別是外國的 很多不同的音樂頻道 其實他都有每年度都會做一個 這樣的年度選單 然後就串起它 然後就給一些他們的觀眾去聽他們的音樂 那我就在那裡想 就是香港其實很少這件事 不一定是Acapella 即是你自己一個人用玩樂器 或者是去做樂隊也好做這些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是很少人做這件事 那我覺得我們既然是一個音樂團隊 每年做一些這些這樣的 就是說回我們自己的音樂 去給別人聽 去叫人留意 或者是怎樣去用不同的形式 就是用我們自己本身的形式去做一件事 其實是很合情合理的一件事 因為沒有人做 那為什麼會沒有人做呢 沒有人做就是我們自己做的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會覺得其實有時候我們每次合作一堆歌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歌手 其實某程度上都會因為這樣而認識了我們 都是一個幫助的 可能是我們翻唱他首歌 然後他聽到之後 他又會去轉發 或者報告 然後其實… 是一個互相幫助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都沒有想到那麼多 我們都會有同事想做我們自己的歌 但是… 其實這樣做 別人的歌手也有他們的好處 是 好補充 哈哈哈 Thank you